众所周知一人黑人陈建州爱车诚吃,收藏不少名贵跑车,不过有一台十多年的机车他却坚持一辈子不卖,背后原因有洋葱,惹哭不少网友。 黑人18日在脸书上晒出两张多年前的旧照,并开心写道三冠王,原来当时他骑着机车在泛泛,那台就是经典机车三冠王,只见当年青涩的两人,坐在机车上露出灿烂微笑。 有网友看完惊呼一代神车,我天啊,这实在太怀旧了,最简单的幸福,经典车款。 事实上,三冠王不仅是黑人人生中第一台车,背后还有个感人故事。 自从上高中后,黑人就没跟家里拿过任何一分钱,都靠球队在养他,若有奖金他就会拿回家给爷爷。 直到考上文化大学后,爷爷因舍不得孙子每天坐车奔波,就替黑人买了人生中第一台车,黑人曾说,爷爷不在了,三冠王,一定要留着,一辈子都不会卖,和范范刚开始交往时,黑人都是骑着三冠王在对方。 黑人曾感性表示,范范从不嫌弃坐机车要风吹日晒,直呼不怕吃苦就是自己如此爱范范的原因。 据悉,范范父母当年见到黑人这么孝顺也被打动,放心让两人交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